截至12月30日晚 发生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西北的大规模突发野火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已经席卷了大约1600英亩的土地 摧毁了500多所房屋 数万名居民被迫逃离家园 当局表示 当地风速高达105英里每小时 大火是有被大风吹倒的电线和变压器的火花点燃的 今天的第一场野火火灾发生在上午10点30分之前 上午11点左右第二场野火迅速爆发 并在强烈大风的助燃下向东蔓延进入居民区 至少有一名急救人员和其他6名居民受伤 未来几小时可能还会有更多死伤数字的报告 爆发火灾的博尔德县警长对美联社记者表示 没有办法正面抗衡这种火灾 警方和消防队今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疏散居民 博尔德县紧急管理办公室在推特上说 首先向科罗拉多州苏比利尔镇的所有居民发布了疏散令 该镇人口约为13000人 不久后又向邻近的路易斯维尔市发布疏散令 该市有超过18000名居民 在撤离人员中有一些住院患者包括ICU病人和新生儿等 他们很容易受到烟雾吸入的影响 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快速蔓延的大火 在苏比利尔和路易斯维尔地区造成了威胁生命的局面 科罗拉多州州长30日下午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